首先你要把A2一直選取到底下的部分 他跟我們講A2一直選到J120 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之後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的話有一個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 管理規則的部分的話 這邊我們來做一下 這邊條件的話就新增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一樣是給他一個 使用格式來決定格式化的儲存格 那這邊說明一下 我已經先打好了 首先的話特別注意就是說 第一個求餘數會有一個叫MOD MOD的函數 MOD 那這個MOD它主要的用途是怎麼樣 是來減這個求餘數 接下來的話我們會用一個code code的部分的話就是這邊有一個函數 這個code的函數呢 是用來找到什麼呢 找到這個ASCiCode ANSI的這個碼 所以這邊的話特別注意 這邊有用到一個叫code CODE的這個code 瓜糊把我們的這個身份證字號 身份證字號是在這邊之後 前面一定要鎖住它的這個列 鎖它的欄 然後後面的話呢 加上2 然後呢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特別MID有沒有 MID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MID的函數呢 是去抓什麼呢 抓這個H2 所以H2就是身份證字號 第二碼總共抓一個 那它這邊提到就是說呢 從第二碼到第九碼 它的加總 阿拉伯數字加 所以加總的方式就是後面這一串 MID一直到到8 所以這一串呢是8 然後同一加起來之後的話 最後呢再加上那個到第九碼 到第九碼 然後這邊的話呢 後面豆點0 豆點0的話就是求餘數 也就是說呢 如果除以10之後 MOD 10 也就是說呢 除以10之後 餘數為多少 那餘數為多少之後 這邊有個VALUE 那其實這邊我們可以 可以用那個說明 這邊有一個 我用說明